今天這個策展 對我個人來講 我覺得非常非常多 很多的面向 除了我之前在立法院 這樣長年的奮鬥 相關的法案 到現在 我成為縣局長 有相關的行政權力 當然也背負著更多的責任 大大小小 很多的小女生 很多的小男生 可能都在暗夜哭泣 可能都在暗夜裡面 承受著不知道 永無止盡的一些擔憂害怕 不曉得什麼時候 這個性私病的影像 會外流 會傳到全世界 我想這樣一個 永無止盡的憂慮 永無止盡的不安 永無止盡的害怕 我們應該要更多的人 來站出來 面對這樣的問題 更多的人站出來 跟這些小男生 小女生 還有無數的被害人說 這不是你的錯 這不是你的錯 這一次 我們不可以就這樣算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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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